Great Dragon, Great Ancient Streets, Deed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awn Breaking, Bold and Freak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露一个惊人的事实 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竟然无法生产基本的子弹和炮弹 乌克兰战争让五角大楼官员和国会议员从自满中惊醒 彭博社的一篇长文揭秘了高科技武器改造战争背后的真相 美军的基础设施摇摇欲坠,材料短缺,设备老化,生产能力不足 这些都让美国面临着断层危机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超级大国在关键时刻如此脆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战争机器的突击改造,炮弹短缺的惊人内幕 在乌克兰战争将地面的炮火推向高潮之际 美国的战争机器显得有些疲惫不堪 尽管顶尖科技武器早已成为美军的标志 然而在战场上传统的155毫米炮弹才是真正的主角 彭博社指出 美国的炮弹生产速度已经被远远甩在了需求之后 就在苏联解体后 五角大楼一股脑地将资源砸向了高科技武器 仿佛一夜间变成了科技宅 完全忽略了那些传统炭药的生产设施 结果呢 基础设施摇摇欲坠 机器过时 劳动力稀缺 哦 别忘了还有材料短缺的困扰 这一切让人不得不怀疑 这么强大的美军 难道真的面临断层危机了吗 彭博社传统炮弹vs高科技武器 细看一下乌克兰战争 大家就知道 这并不是一场靠激光和机器智能打赢的战争 155毫米炮弹 这个高约2英尺 重约100磅的大家伙 是北约国家的标准弹药 在这场战争中 炮弹供应极其短缺 迫使美国不得不加大生产力度 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 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乡村 再到弗吉尼亚州的西南部 全面进行老化工厂的改造 冷战结束后 五角大楼的国防规划人员 曾信誓旦旦的表示 政府工厂每月可以生产高达84千发炮弹 并在战争爆发时迅速提升至每月438千发 然而这些豪言壮语 在今天听来有些讽刺 随着冷战的结束 激烈的面战争的可能性 看起来微乎其微 工厂关闭 工人失业 生产能力急剧下降 炮弹的复兴 一场重新定义战争的竞赛 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无疑是一记重拳 直接打醒了五角大楼和国会议员们 这场战争揭示了放弃生产 基本贪药的战略错误 也迫使北约改变其库存指南 要求盟国大幅增加其贪药储备 在短短几个月内 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供应 已经被耗尽 这不仅因为乌克兰的需求 还因为美国对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行动的支持 黑火药这种炮弹的关键推进剂 也因为美国的生产大幅减少 而处于短缺状态 另一种重要成分TNT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不再生产 迫使五角大楼 从波兰和土耳其等国购买 乌克兰战争的启示 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 彭博社的长文指出 高科技炮弹本打算取代 传统的155毫米炭药 但在乌克兰的早期测试中失败了 因为他们的目标系统 被俄罗斯挫败了 这说明未来的战争 可能会像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消耗战一样 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军火库 有超一日可能被拉到极限的担忧 独立和两党共同支持的 美国新安全中心防御项目主任 Stacy Petitian说 这一迹象已经存在很久了 只是乌克兰战争才真正让 五角大楼官员和国会议员 从自满中惊醒 同时传统一场昂贵的赶超游戏 陆军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昂贵的赶超游戏 国会已经为建设一个 需要两年时间的TNT生产设施 拨款6.5亿美元 而美国将需要为改造后的 设施生产的物品购买资金 可能会持续多年 问题是 筹集资金可能是最容易克服的障碍 美国必须翻新旧建筑 建造新建筑 购买更新的机械设备 并雇用和培训工人 环境法归也成为障碍 五角大楼需要确保 工厂的安全运行 弹药制造容易发生火灾 爆炸和其他事故 在冲突期间 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我们快速提升 资金充足 武器采购官员 Doug Bush 在五角大楼接受采访时说到 他表示 国防部正试图说服立法者 将长期投资生产 视为对美国对手的一种威慑 短缺的背后 美国制造业的困境 基本材料的短缺和生产能力的不足 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美国不再专注于制造日常用品 即使这些用品在危机中可能至关重要 当新冠疫情爆发时 生产更多棉签和呼吸机的竞赛开始了 汽车零件 纺织药 婴儿配方奶粉 和其他常见商品的短缺 变得更加频繁 为了保持动员努力的轨道 陆军的目标是在2025年初 每月生产68千枚炮弹 到5月 产量已达到三神6千枚 斯克兰顿工厂的重生 一场历史性的动员 在美国 由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运营的 斯克兰顿陆军摊药厂 自朝鲜战争以来 一直制造炮弹壳 是五角大楼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占地15英亩的复杂的百年历史砖建筑 曾经制造蒸汽机车的历史地标 大约300人正在努力将钢材 团造成155毫米炮弹壳 多年来 该工厂比越南战争时期 鼎盛时期安静了很多 当时由另一家承包商运营 据陆军数据 1970年 该工厂的雇员人数达到1836人的峰值 1971年生产了超过7派 80枚155毫米炮弹壳 及每月月65千枚 制造炮弹壳 需要在不舒服的环境中精确操作 钢管仍然因被加热到1800华氏度而发红 通过传送带移动到 曾经将工人带到斯克兰顿市中心的昏暗地铁中 那里一名检察员每次暂停生产线约5分钟 以检查每个圆筒是否符合155毫米炮弹的规格 即使是一个小的缺陷 也可能是一发炮弹无法使用 然后这些钢管被放置在金属架上冷却 这个过程每天进行数百次 全天24小时运转 钢材完成转变为成品炮弹 大约需要三天时间 然后被送到爱荷华州的一家工厂填充炸药 斯克兰顿最近增加了周末轮班以提高产量 工作的法位掩盖了始终存在的危险 最近的一场火灾使烟雾从工厂屋顶冒出 并暂时关闭了一些生产设施 根据海军退役军人 现任斯克兰顿陆军探药厂最高文职官员 李查德·汉森的说法 火灾是锻造钢材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我们对此有百分之百的准备 他说 五角大楼的雄心 重建美国的摊药制造 陆军已投入约4.29亿美元 用于更新斯克兰顿工厂 翻新狭小的房间 加固地板以承受新机器的重量 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 陆军在五月底 在德克萨斯州梅斯奎特 开设了一个由通用动力公司运营的 5亿美元设施 由IMT Defense运营的 加拿大新金属零件设施 也将生产炮弹 增加弹药制造的资金 大部分来自最近通过的 美国支出法案 该法案在共和党反对 进一步援助乌克兰的情况下 经过了六个月的政治斗争后通过 然而 Bush说 五角大楼将需要每年 再花费35亿美元购买弹药 这些费用需要由 未来的支出法案来覆盖 美国还计划为 炸地宝炸弹和其他冲型武器 花费更多资金 国会的挑战 支持还是阻碍 国会成为 扩大摊药生产的最大问题和障碍 美国新安全中心的 Petty John说 国会是 扩大摊药生产的最大问题和障碍 如果更多议员反对支持乌克兰 可能会使补充美国军火库的努力 变得不确定 国会要通过全面支出措施 变得越来越困难 领导人经常选择通过短期立法 以保持政府开放 同时回避重大政策问题 这种停滞在11月大选前 可能会加剧 支持向乌克兰发送更多炭药 和其他援助的人 开始将其视为对国内经济的推动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领导的乌克兰支持者表示 大部分资金将流向美国国防承包商 为包括一些现任议员在内的38个州的美国人提供大量工作 这些是美国工人生产的尖端设备 麦康奈尔最近在国会大厦对记者说 我很难理解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 不仅是为了乌克兰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反对者包括俄亥俄州新近共和党参议员J.D.万斯 他是唐纳德特朗普潜在的副总统候选人 他认为乌克兰无法击败俄罗斯 俄罗斯在冲突中取得了进展 而美国无法足够快地生产炮弹以改变结果 万斯说 美国应该增加支出 以重建自己的炮弹库存 老化基础设施的挑战 从黑火药到TNT 除了冷战后削减 美国爆炸材料的产量也减少了 因为担心工人的安全和环境影响 这意味着要实现目标 美国将需要依赖老化的基础设施 如位于路易斯安纳州明灯的GoEx Industries工厂 该工厂位于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的选区内 坐落在一个标有危险的锁门后面 和一个破旧的GoEx旗帜的后面 明灯工厂是美国唯一人在生产黑火药的地方 工厂位于一个二战时期的前陆军基地内 1997年GoEx将其制造业务 从宾夕法尼亚州搬迁到此处 搬迁后至少发生了七起火灾或爆炸事件 包括2021年6月的一次火灾 导致GoEx的前任所有者关闭了工厂 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私营公司 Estis Energetics 于2022年1月购买了GoEx的业务 几周后乌克兰入侵 然而这家拥有23名员工的工厂 直到2023年8月才重新开始发货 迫使美国在俄罗斯入侵后几个月内 从盟国购买黑火药 Estis CEO Karl Kulling 在工厂的一次采访中说 我们理解我们所做工作的关键性 我们正试图解决这些风险 乌克兰援助计划包括 1400万美元用于帮助现代化工厂 Kulling说 已经花费了430万美元 安装更新的消防系统和其他改进措施 如果再发生一次事故 再次爆炸 Kulling说 这意味着你会停工很长一段时间 TNT的挑战 寻找新的生产方式 155毫米炮弹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是三消机甲本 或TNT 生产这种炸药的环境影响 在数十年前美国决定停止国内生产中起到了作用 五角大楼从波兰等盟国购买它 但欧洲的需求在增加 而美国需要一个国内生产商来满足其目标 五角大楼官员Bush说 我们都去同一家工厂 Bush说 建造一个TNT工厂需要两年时间 陆军曾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 拉德福陆军摊药厂生产TNT 这是另一个二战时期的设施 拉德福在二世纪八十年代停止生产TNT 但仍然生产将炮弹从武器炮管中射出的推进机 五角大楼计划大幅增加美国生产IMX不敏感炸药的能力 这种炸药被认为更安全 异于处理和存储 陆军还试图增加模块化炮弹装药的国内来源 这些装药使用特殊的非商业推进机 盟国的反应 合作与担忧 一些盟国赞扬了五角大楼的努力 同时感叹西方允许其弹药库存减少的事实 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 已经提出担忧 即使是对西方火炮生产最乐观的预测 也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生产的大幅增加 埃萨尼亚国防部长 汉诺·佩福库尔在11月告诉记者 俄罗斯每天发射7000发炮弹 相当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一年炭药量 每10天消耗一次 欧盟早些时候承认 由于乌克兰的炮弹供应目标 被迫推迟了几个月 未能在三月前达到 向乌克兰发送100万发炮弹的雄心目标 但是 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生产多达140万发炮弹 并在2025年生产200万发 与战前每年生产30万发炮弹相比 产量显着增加 但国防公司仍呼吁更大和更长 其的订单 以便在未来几年内 对其业务有更大可见性 欧洲大陆还有其他努力 向乌克兰供应炭药 包括由捷克主导的 从世界各地采购炮弹的倡议 欧盟国家争论了数月 是否可以接受使用欧盟资金 从国外为乌克兰采购武器 结语 未来的挑战与希望 尽管如此 在美国 官员们认为武装乌克兰 是增强其未来冲突准备的一种方式 增加弹药生产 是一项昂贵且耗时的业务 而美国在欧洲 中东和太平洋地区 紧张局势加剧的时期 正在追赶 陆军武器采购官 Bush说 这些是长期投资 几十年的投资 但这是一个机会 让他们在未来几十年内作对 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员和重建中 美国不仅是在为乌克兰战斗 更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作战 虽然挑战冲重 但这场动员也充满了希望和机遇 拥抱传统的力量 重建基础设施 就是在重塑未来的战争形态 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军能否在这一波动员中 重新站稳脚跟 这样呢 这次继续沉舍 只能准备 温暖 帮助 打 折迟 折迟